我刚起来头还是有点晕 喝了兄弟 你又没喝 有点晕 现在好了 晃一晃 你看看 还是很准的这个 准肚子 来看什么叫零工带房 不行 这样防不了 嗯 嗯 可也是 吃多好吗 吃完了给你留个7是吧 哦 你这种多啊 哎呀 嗯 that is nice 如此精妙的走位 that is so nice 嗯 哦 这种精准度是是是你看你看这个走位 这个精准度 哦 你今天有点常常发挥啊 正常发挥 哎呀 你看这一夸就不行 还想说这个走位呢 看这个是夸你这个人 升格最近我感觉他长了一个key 是的 嗯 就是你的你的key为什么长了 然后你用哪 用哪 对 有没有就是可以分享的方法 升格说用心 哈哈哈 我觉得是一个 新的系统以后 然后你把这新的系统 熟悉了以后这个系统的系统如果他是 正确的 那你在你在 在不断的 在这个系统里面练习的话 他就能够让 那什么是正确的呢 他就是想知道你这个系统 哈哈哈 哈哈哈 说那么多 真的是 就是不告诉我 他就你就用这个APP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什么APP 哈哈哈 不告诉你哈哈哈 你在唱 你在唱高音的时候 你是声音在哪个位置 我我本来是呃 是想靠前一点 现在有感觉 往往往后 上好像比较 是吧 再这样哈哈哈哈 啊不是 不是什么 不是 反正我倒没有说 去想自己身体哪里用力 而是而是去想 你声音投递的位置是投递的 就你丢出去那声音就好像 在这 你你先是投的 往哪扔啊对往哪扔 嗯或者这么想吧 就比如说 有时候我练习的时候也发现 嗯但我 脑子不转的时候 嗯 是自豪的 有时候能到哪啊 嗯嗯 然后哎 这个不错 再来一次没了没了 没了哎 哈哈哈哈 我现在就这样 你就想哪里用力的时候就没了 对 就是但是这个就很难吗 不是你的通通道 我例如说你的声音丢出去 我们说话 我现在说话的你们听到我的声音 啊都是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可能他一直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通道 嗯嗯嗯对 那你其实高低高低音也是在这个通道 不是不是前后 而是上下的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在 比如说好我知道是这通道 我现在这个到底 但是我慢慢的提高我的声音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就回来了 啊 那就是说 哈哈哈哈 那你刚才的声音是对的 就是统一的 所以你看我没有想 这是对的 哈哈哈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都突然就这样了 但也在你的那个通道里 哈哈哈 哈哈哈